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听议会内外 我是刘慧卿 今天我的嘉宾就是社工 谢世杰 也是抗河蟹的英雄 杰哥 你们其中抗河蟹一个活动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呼吁 有些好像你那样 或者其他人被打压过的 就叫他走出来举报 你以为这是行不行的呢 有多少出来了呢 其实现在已经有两个个案子了 但是未曝光 未曝光 他肯不肯曝光 我们会将他可能是变成一种个案的形式 就是我们会 可能未必是他愿意讲名 讲机构 但是我们会将他变成一个现象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他描述了一个被打压的情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其实我们都 从另一个角度去反映一个现实 就是从一个服务使用者反映一个现实 其实我们现在都会搜集一下 从服务使用者自己怎样看 现在服务的转变 他怎样看现在服务呢 怎样服务何蟹化了 以前可以做的 为什么现在不能做 我们其实很多这些例子 我们现在在搜集这些情况 但是你做这些 你都无可避免地 是会和那个机构的管理层 是会有冲突 是吧 你觉得你们那些社工是 因为那些你就不能将它模糊了 说我们整个个案 这个人叫做陈大文 这个地方是在星球的 是没有可能的 是 我想 我们当然希望多些同事肯走出来 去指正一些歪风 我想这个是同事真的要 我们不要只是骂社工机构无腰骨 我们自己要提醒凶堂做人 但是我希望能够多些人 去掌握这次的时机去讲一些现况 这个现况其实真的不是单一事件 亦都希望大家的社会关注讨论 令到大家将这个所谓的何蟹化这件事 就不要被那些何蟹侵入了我们香港 不要侵入这个社会服务 或者其他的行业里面 我们民主党下个星期都会见文政长官 这件事我们都会提 所以你说得好 不要何蟹化那些东西 我们就要警告行政长官和那些问责官员 不要在那里干预那些专业的团体 无论社工也好其他哪个行业 人家正经经做自己的事 你就不要去施压 所以我们民主党是会出声的 我就很希望你们 你们一定要讲 你们是主角 如果你不讲的 我们在那里讲什么呢 但是讲了 不如说讲又不是那么差 是不是讲了或者是黑食 当然不是 我也不相信 自己也有信心 每天找到东西 你要鼓励一下你的同事 或者其他人 不要怕那么紧要 就算有些新闻界也是 我常常叫他们 我说你不要自我审查 不要什么 老实说 你老板不行 你那篇文你跟他吵 你立即是去黑食吗 就是啊 就是啊 你就算黑食 你就不要做这一行 就是做人要有些尊严 有些骨气 就是我都不明白 我们香港有河蟹化 河蟹完之后就没有了腰骨 就是大事了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 我觉得真是 如果我们向前看 立法会就做了 那你是想立法会调查的 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两个专闸委员会 再弄多一个河蟹委员会 我们受不了 我想现阶段我觉得政府 真的要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 政府自己 我觉得首先要他们自己做一做 就是做这个调查 你信不信呢 他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就是罗范焦芬事件 究竟 有些什么 你一说罗范焦芬 要是罗范焦芬 我告诉你 他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忠实的观众 他听到这句话 他立刻跳起 Fanny 你不用怕 各样意见都要被人发表 就是好像罗范焦芬 你继续说他 在教院风波里面 究竟有没有一种施压呢 那找个调查委员会 原本有个法官 来到去了解这件事情 大家去有一个宣誓的情况下 去说一些说话 女青又要去说 究竟他那时候去说了些什么 你说我受不受压 就由那个官员去说我什么都没有 但是事实 就有做了一根连串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 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调查 才能够真相拿出来 如果他真的不肯的 我想可能立法会要想 但是我都知道角力很重要 通不通过都不容易 而且你得得成 你说你雷曼 算了 雷曼都不容易 就是用争得成 争得成的 争得全都抽出来 你都知道 另外我们现在做梁展民 那些是什么 但是你想调查 还有 那些就还分大家的公道 但是行业那里 你又想我们立法 就是规范一不过撥款 令到不同的持份者都可以参与 其实你们那些机构 那些董事局 其实都应该看看有哪些人 不理睬 多数 也不是政府委任 是不是 不是政府委任 不是政府委任 它自己成立 有些是 履称都很民主的 自己的董事是选出来的 哪个选 那些选举会员选出来的 但是 当然 制度表面上是民主 但是选举的过程 好像特首 现在做了这个 会长做了些事情 那些董事会有没有出过声 总之这个就是董事会的决定 董事会有没有 不会再见你了 你们想见他 是的 我们现在 就是28日 我们就会去 这个是8月28日 8月28日 就去旅清 8月28 8月28去旅清 做什么事 就是希望 跟他见面 跟他见面 就是说 就是将件事 大家拿出来 大家坦坦白白拿出来 溝通一下 你以为我请你会长 上来这里 你一猛 希望他会来 不过他真的没说过 对啊 没说过 所以他的样子 我都没见过 完全电视见不到他的 报纸都好像没引述过 可能10月1日 颁奖的时候会见到 哈哈哈哈哈哈 我觉得真的很悲哀 其实社福界 市民是有期望的 是的 给出来的形象 是帮异勢社群的 是的 如果有个社工 有些人就说 你和梁耀忠 泰国多合作 是吧 你知道阿忠是我们的朋友 是的 所以真是惨 你现在不在 阿忠不知道和谁合作 现在大澳的居民怎么办 其实不是阿忠他自己 因为他在 都是新加西医院 其实他很努力 他大澳有事 自从2000年火灾 其实他很常进去大澳 所以两次灾情 他很主动进来 去了解大澳的情况 所以不是因为 我和他关系的问题 其实完全不是 他本身自己 就很努力去做事 这样 怎样都好 我想 去到这个阶段 我就觉得我们的社工 一定要走出来 说回我们自己的价值 我们维护我们的核心价值 否则市民不会信社会工作 我刚才说完 这头叫你驗毒 那头可能叫你驗刃 各样东西 那社工做什么 政府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们有我们的核心价值 我们要维护 这样才得到市民的信任 然后才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一条路 否则我们只是做一些政治的任务 那杰哥 你有时间搞 那条路很长 9月20日 我们有一个抗河下的大游行 好了 记住到时候 大家穿蟹也好 蝦也好 什么都好 冰蟹像一起出来 那我们今天 是多谢谢世杰接受访问 拜拜